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你好,我叫何晨玉 你好,我叫高佳怡 你好,我叫何卫宁 今天我们要为你们朗读的故事是 我和小姐姐克拉拉三只 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作者是德国的迪米特尔英可夫 翻译陈伟 从昨天开始 克拉拉管我叫 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正把我气得眼睛发黑 她是从哪里学来 你这根可怜的香肠的呢 一定是在学校里 在那里她学了好多坏毛病 我想去告诉妈妈 可妈妈不在 克拉拉正在房间里做作业 我冲进去大声说 我不跟你玩了 一辈子不再跟你玩了 为什么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因为你总是管我叫 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你就是根可怜的香肠 我不是 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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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告诉妈妈 你等着瞧 你生气了 她问 生气了 一辈子都生你的气 好吧 那你就不是根可怜的香肠 我松了一口气 好吧 你是一根生气的牛肝肠 太过分了 我躲进厨房里 决定不再跟克拉拉说话 一辈子都不 这就是对她最大的惩罚 一小时以后 克拉拉的作业做完了 她来找我了 她像猫一样悄眉声的溜进来 我假装没有看见她 你还生气啊 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她问 我不说话 啊 对不起啊 我已经忘了 你现在是一根 胖胖的 生气的牛肝肠 你才是一根生气的牛肝肠 我喊起来 我不跟你说话了 可你刚刚跟我说话了啊 我以后绝不跟你说话 一辈子都不 我走进儿童房 我猜想 她马上就会后悔 管我叫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我等着她进来找我道歉 可是她没有进来 她去哪里了呢 我偷偷地朝厨房里看 她正坐在那里喝一杯橙汁 我也想喝橙汁 我找了个杯子 倒了满满一杯橙汁 拿着回到儿童房 继续等着克拉拉来道歉 可是克拉拉不来 这真让我纠结 她现在又在干什么呢 我悄悄溜进厨房 看见她正在给自己倒第二杯橙汁 如果我再不跟她说话 她就会把橙汁都喝光 那我喝什么呢 你还想来一杯吗 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她问 我现在必须跟她说话 不然她会把橙汁喝光的 是的 但是我不跟你说话 好吧 现在把你的杯子给我 你不想和我一起玩吗 我不跟你玩 一辈子都不跟你玩 为什么不呢 因为你总是叫我可怜的香肠 你不喜欢吗 一点也不喜欢 我觉得很好玩呢 我不觉得好玩 你管叫我可怜的香肠 我保证不生你的气 真的 你这根可怜的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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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声你骂回去 不过你不许骂我是生气的牛肝肠 她补充说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一点也没生气 我们两个都笑了 在一起玩了起来 玩了一整天 谢谢 俺们在一起玩